上面我會放一些相關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環境打開來 然後你來的時候先可以先 Check一下看你的環境裡面啊 我不確定說你們那個 環境系統是每一次都會還原 那那個模擬器這個部分 應該 會在吧 因為如果你把它放在低點底下 他應該不會還原 所以 你們可以把那個Eclipse download在低點底下 然後你的工作區有沒有 你們工作區也是放在低點 那或者放在隨身碟可以啦 不過就怕說 你 我是覺得你們盡量 都放低點然後要 離開的時候再把那個工作區call走 這樣會比較好 否則的話你把它放在隨身碟下一次你隨身碟忘了帶來的話 那就麻煩了 所以 我發現那個裝 準備動作 很多同學如果Lost一個地方 比如說Eclipse沒有 這個就 比如說你忘了把它複製到你的低點的話 你可能複製到隨身碟 你下次隨身碟沒帶來 那你又要 又要下載 又要花時間 另外那個工作區也是這樣盡量放在低點底下 然後走的時候就把它扣到 隨身碟 這樣的習慣把它養成的話 將來你在 做練習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 愉快一點點 不然的話 其實很容易 東露西露的 尤其好像我們這個課程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細節太多了 要 注意的事項太多了 你如果一個地方沒有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你 後面可能會有 又開始又緊張 從哪邊開始 那另外 我會把上課的部分會 動作錄下來 如果我說 你有些細節 Lost掉 我想應該你會Lost掉很多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 還真的還蠻 複雜的 你有一些地方 即便是你 做完一遍 做出來了 你回去 沒有再反覆多做個幾遍 你可能下一次就忘記了 因為這個東西的動作實在是太多了 不過還好是說我這個課程的特色就是說 我會 只要反走過 必留下痕跡 我會幫各位照相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另外我會把它錄下來放在那個 我們的論壇 那邊的那個影音區裡面 所以將來 我想你們如果有加入到論壇的話 那應該會 可以看到那個影片才對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課學好 不外乎就是我剛剛講那幾個東西 你隨時 而且養成好習慣 基本上 大部分我都是雲端作業 所以基本上你們 慢慢也要習慣像用那個雲端 好像雲端硬碟我幾乎每天都在用的 然後像 雲端的相關資源 另外的話 智慧型手機 這個因為我們要做開發 所以盡量各位有時間的話 也 多多使用 智慧型手機 去 運用啦 比如你就 常常去當作那些App也好 無論反正你就是 最好也要知道說 自己有沒有一個 想要做哪一類型的App 那這樣的話你也比較有方向感 那這一個學習下來的話 我相信你會比較有些收穫 不然的話會 會學的比較沒有方向感 學的可能會 比較 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話 那學習成效當然會比較差一些些 那我會希望說 這個學習下來 你們真的可以自己做出一個 想做的一個App的雛形出來 但不可能說你要做的多 多麼專業 當然這個 入門課程 基本上至少可以讓你做出來 但是你要能夠做的很專業 恐怕 還要下一點苦功夫 因為這一門課基本上已經是 一個技能了 而且這方面的技能需求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 我不只是在這邊有受 上這樣的課程 在其他單位也有上 更進階的課程 那那部分的話 我想之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那這個地方可以把模擬器把它打開來 那因為要弄一下下 你可以把後面這個關掉 這個不要關掉 關後面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他會自己把它弄起來 那今天的這個Sample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建立這個 這個Sample 首先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基本完成畫面 你們可以在那個雲端版本上面可以看到 他長的類似 等一下我會把它放上去 長的有點類似 像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說我今天的需求 專案名稱好了 專案名稱我們叫做 Marty Marty Button 類似像這樣 Marty Button 那當然 書本裡面給我 給了我們範例是 這邊有電話號碼 那電話號碼當我們打上 零這個零的時候這邊要輸入一個零 輸入一的時候這邊要輸入一個一 輸入二的時候輸入一個二 好 不過這個版本 感覺太陽春了 為什麼因為只有123 那理論上應該一個鍵盤的話不只 012 應該還有012 一直到9 9嘛 然後還有 緊字號跟米字號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可以延伸出去怎麼去做 那這個畫面布局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Linear Layout 就是一個版型的話是從上到下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上面就放了 三個 三 四個 四個元件 四個元件包含就是一個TestView 加上三個Button 這樣的話這個版型做出來 版型做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再去設計程式 這個程式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先把這個模型器已經開起來了 那你可以把它撥一下 之前好像同學連撥這個動作都 有些同學沒有在用支援手機 連 開都不會開 所以這個 OK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把模擬器 開起來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基本流程 那Eclipse 特別注意說他開啟的時候一定會跟你要一個工作區 所以呢 在工作區裡面 檔案裡面的切換工作區 初期你們進來的時候會是在 會看到一個工作區 那其實這個工作區 就是將來你放專案的地方 實際上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一個專案 他裡面就放一個資料夾 再放在資料夾裡面再加一個資料夾 所以 將來你們的專案都會放在這個工作區目錄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記得這個目錄的位置 不然的話 你將來做的 專案放哪裡你都不知道的話 那將來你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存檔 那你要把它存檔的話基本上就是把這個低疊底下 我是放在低疊 那因為我們上次做 練習是 這個這個 民歸102年的10月3號 所以我那個時候建了一個目錄 建了一個目錄之後的話呢 這個目錄就是我工作區 那工作區裡面就是放這邊所有的專案 專案如果你建一個專案 那專案就會放在這個工作區裡面 會變成一個資料夾 所以將來會有很多個資料夾在裡面 你備份的話整個備份回去就可以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案確定 其實就進到工作區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完成 這樣一個練習 基本上分成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就是建立專案 專案建立好之後的話 第二個階段就是建立這個畫面 建立畫面之後的話 第三個階段就是 撰寫那個程式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會提供 至少兩個畫面一個畫面是這個畫面 一個畫面是程式的畫面 那你只要把 專案建起來 畫面做完 程式寫出來 再執行到 模擬器裡面 這個App就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反正你就照著這個 我的TEMPO去做的話 基本上要做出 做出App是不會有問題的 OK那首先的話我想 你們先把這個環境先 開啟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第1步就是 如何建立一個專案 建立一個專案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客 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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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